儲存成樣板檔 假如說我們這樣一個環境都設定好 圖層設定好 然後呢所有的標註也都設定好 那我們要用把這個環境留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在檔案底下 我們壓另存新檔好了 另存新檔 然後記住我們要把這邊改成樣板檔 記住哦 樣板檔的戶屬檔名 樣板檔的戶屬檔名是DWT 那你一壓之後 它會自動幫我們跳到樣板檔的路徑這邊來 那我的建議是 你最好是把它存在桌面上 為什麼呢 因為存在桌面上這一邊 以後如果有可能你在做應用的時候 會比較好用一點 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取出 好那存在哪邊是由你決定的 我現在暫時先把它存在桌面 好那因為這個是2D用的 所以呢我就把它存成2D 壓儲存 好那這一邊呢 你可以啊稍微做一下敘述 那我這邊用2D來做敘述就好了 好其他的部分呢都沒有改工字 好很確定 好的話你稍微留意一下是你目前儲存下來的是樣板檔 既然你存成樣板檔的話呢 那就意味著喔你現在這一個檔案不能用喔 好你要把它關掉 好啦那你會有一個疑問 那如果說我要用我剛剛設定的樣板檔 那應該是怎麼使用呢 你只要開新檔 開新檔之後呢在這邊套用樣板檔的時候 你把路徑移到你存放的位置 然後呢選擇你設定的那一個 好按開啟 這個時候呢你就會發現說 我開進來的環境都已經設定好了 好那這一個呢就是所謂的2D樣板檔的設定跟套用 好這個到這邊